歐斯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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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童心現在開始上課了 各位童心現在開始上課請大家就座謝謝 各位童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 是國各家 我們在外面說要用心為臺灣 不要說要愛臺灣 愛臺灣 大家都可以愛 大家都說很愛臺灣 我們這個國家實在是很簡單 要這麼一個國家 其實沒什麼困難的事情 現在我是在新鐵州 丹臨新泰軍的軍修 我叫鳳山傑 我們常常都在聽人說 尤其民進黨最愛說 說臺灣是我們臺灣人的臺灣 這幾個聽到好像沒有錯啊很對 不過你再想一點點 臺塑也是臺素人的臺塑啊 對不對 中游也是中游人的中游 尤其英國也可以說英國人的英國啊 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啊 美國是美國人的日本 不過這都感情 這都在說感情 感情是沒有法理的 感情沒有辦法改變熟悉 我很愛臺灣的 歐巴馬也很愛臺灣的 甚至胡錦濤啊 習近平也都很愛臺灣的 對不對 他也說 尤其馬英九 馬英九最愛臺灣的 他說 我如果化成會 我也是臺灣人的 對不對 他就在單立化成會的時候 才會變臺灣人 所以不只說台灣人 大家都要愛臺灣 對不對 這個喔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張圖不錯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這是西蘭公國 這是西蘭公國 他未來要建設的南圖 這個還在家園中 他目前喔 事情就這樣 這是西蘭公國 他的國土 他目前有幾個人耶 西蘭公國 隆重 目前有住了22個人 這是他的國旗 隆重 西蘭公國 是22個人 你們覺得有好笑 很好笑齁 五股人 他是國家 你臺灣2300萬人 那不是國家 你不太笑 人22的人 就是國家 知不知道 人的名字是西蘭公國 所以你不用笑人 你們怎麼不是國家 人家22的人 人家就是國家 要成為國家 我怎麼有條件呢 這個 這個怒滔塔 就是當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英國 英國的部隊 蓋了 蓋了怒滔塔 到後來 英國的部隊 人家那裡太風 不想講了 就我們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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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英國 是在主持電台 就像地下電台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地下電台 英國的法論 說不可以規定 規定 無害他的法論 所以他就去找一個地方 另外做電台 剛才去找到這個 怒滔塔 就是剛才那個西蘭公國的地方 去找到那裡的時候 他轉到 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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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選擇 向國獨立 帶他的太太 工手 去家做 王主 跟王兄 所以 它變成西蘭公國 這間 第三三年 十二月 二人 十九個國家 在蒙特維島開的會議 開一個會議 這是 國家權利 與義務的公約 做一個國家要有權利跟義務 要盡到義務才有權利 要做一個國家要有四個條件 我們國家作為國際法人要具備四個條件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 人民是最重要的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認為他的人民最重要 所以都會拜頭一尾 因為人是有四名的 其他都沒有四名 像這個命徒 命徒是沒有四名的 所以這拜第二尾 要有有效的政府 就是要有法徒人跟人外交 要有外交款 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國家 這就是蒙特維多政策的定義 說要做一個國家要有四個條件 不過你們要知道嗎 我們大家要了解 我們做一個家 一樣要有四個條件 你們家 不能說你們家有幾個人 你們家的小朋友 你們家有幾個人 每一個小朋友都知道 由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他們都知道 所以做一個國家 你不能不知道你們家有幾個人 你們家有幾個人 這幾個人不知道 你就不能做一個國家 你不能說 我怕你出去 買幾個便當 不知道 我出去 我們家只有三個人 你買五十個便當回來 那你就累了 我們家住五十個人 結果買兩個便當 所以要知道你們家有幾個人 你們這個國家 有多少人 不能說 錢哪個國家 說他們家好像是13億 但是全世界跟統計 說好像16億 他不知道自己多少人 為什麼 因為 他實行一態化 一態化的政策 一個實行下去之後 變成怎樣 很多人生的女孩 不敢補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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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但是他們福利的人 中國人要用豬嘛 我們知道為什麼中國沒有大豬 中國從以前來就沒有什麼大豬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豬肉燒豬就不浮 一天那些人要吃飯 用那些豬 所以一些豬肉都燒豬肉 他們現在要鎮靠美國的豬肉回去做豬 所以鎮靠罪很疼 毛澤東最大的折磨就是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每一天早上天空 就要嘴開開等要吃飯 因為他們共產國家是怎樣 有飯大家吃 所以毛澤東一打開眼睛就煩惱 十幾萬人要吃 現在美國最大的爛產品出甘國 就是都出産去中國 黃豆 百歲前的也都出産去中國 為什麼 十幾個人 每天聽一個工就等要吃飯了 所以很痛苦 只想到每天要用多少香蝶就痛苦了 所以我們做一個家也一樣 你們家要住的地方 你要自己有辦法管理自己 你如果沒辦法管理自己 就變成神菌病了對不對 第三個有辦法跟你的储兵交往 跟菜市家交往 跟雄店交往 你才有辦法生存 所以這就是原來加很簡單的道理 國家才有締約的權利 跟人家中教育的管理 也才有選前的管理 才可以建政 不是國家不能建政喔 如果不是國家建政 是恐怖組織 人民可以反對建政 不久了 不可以激發戰爭 因為人民沒有在管理 不過人民可以戰勝戰爭 不可以發動戰爭 這很簡單的道理 很多人他們觀念不太好 他們說要做國家 要有土地 他們土地擺頭一下 要有土地 要有人民 要有租款 這是人家人他們的觀念 你利店和查開也是這樣 不久了 國家在他們來說 是諸侯的所在 因為人家人人人 全世界都是天下 對不對 全世界都是天下 國是諸侯的所在 所以他們說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他們很愛天下為公 他們所說的都要天下為公 要世界大同 問題就是在這裡 誰要跟你說 你們家要跟人家說嗎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說要跟你說的 不可能 你自己去說 世界大同誰要跟你同 你要自己想一想 誰要跟你同 對不對 大家都想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誰要跟你同 所以 關聯不對 出發點就不對 中國人家說 中國人家說 很簡單 他們要做國 只要建政 台人頭 尤其在床山裡面 在床山裡面 建政台人頭 就可以做國了 這理很清楚 所以文化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國 就是有好端 因為要台人頭 香港 張明明 唱這首歌 很好聽 台灣人唱歌 比較好聽 古老的東方 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 有一群人 他們都是龍的船人 他們都是龍的船人 黑眼睛黑頭 花花鼻鼓 永永遠 是龍的船人 這是我們台灣人 因為我們台灣人 會唱歌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台灣人有背音 我們台灣人在說有背音 如果很多人只有五音 他們又半音 一音輕音 所以五音不轉 我們要知道 是怎麼台灣人會唱歌的原因在這裡 他們都跟我們說 我們是龍的人 不過你要知道 這座軍在蒙古 剛才抓到的 說這龍 還有角 非常接近傳說中的龍 在 說三米多長 這個漁民抓到的 王二龍 馬上送往北京 不過 我們要知道 以前 你如果說你是真龍天子 馬上抓一頭 台頭 對不對 什麼人是龍子龍孫 鳳堤 叫龍子龍孫 你們一般人哪有龍 老八世 如果你說你是龍的傳人 台頭 對不對 龍的傳人 造反好了 你殺了皇帝 你就變龍了 懂不懂 所以跟你說 你是龍的傳人 跟你騙 感情 不要提升你為龍 大生區 竊龍竊風 會變成龍嗎 你竊更多 就不會變龍 知道嗎 其實人 人家人 他們是豬的傳人 不是龍的傳人 這我聽到 拿證據給你們看 這是他們 口股 發現的 歐出來的 都是豬的圖騰 這陶豬啊 石豬啊 這是口股的所在 歐出來的 古早時代的 在幾千年前的 和母渡文化遺址 它歐出來的 都是豬的圖騰 古漢人居住的地底下 挖出來的 這里你們知道怎麼看嗎 這里有這個死 死 死 在房子裡面養死 就是家 這就是支那人的文化 很清楚的 只要家裡面養豬 就是家了 屋子裡面養豬 就是家了 這樣有清楚嗎 真的人就是豬的傳人 夠不夠清楚 就是家族 他正義說 龍的傳人 不用小錢 他的文字就可以告訴你一切 以前他們家是 祖廟 就是神廟 因為他們要抬豬去拜拜 所以說那是廟的所在 他們的祖 祖啊 整個家族 叫做豬的傳人就是家族 他現在的高樓大廈有嗎 樓啊 這個樓啊 也是在祈禮的地方 那個 求職的神靈的地方 叫做樓啊 這個樓 這個下 也是在祈禮的地方 所以錢人 永遠跟豬離不開關係 這個地方 很好笑 這是美國的一隻母牛 他 叫做 Michelle 他以為自己是狗 因為從小他就跟狗長在一起 吃狗飼料 但是學不會狗叫 但是他認為他是狗 他拒絕吃草 蜜兒 咳咳咳咳咳 這條母牛 母牛 他八歲了 他都跟那個狗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 只吃那個狗飼料 飼料 真的人 一直告訴你 鐵飼 只要有耐心 可以磨成繡花針 對不對 不過那是跟你騙的 我們 不要說有尷尬的人都知道 只有鋼 才可以磨成繡花針 鐵絕對磨不成繡花針 你不要搞錯了 鐵 做不了繡花針 一定要鋼才行 鋼跟鐵要分清楚 他們老師跟我們講說 好鐵不打釘 好男當兵 其實 人家美國人 有哪一個好男不當兵 每一個好男都喜歡當兵 對不對 為什麼會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 那我要得理 錯誤的觀念 現在都有鋼釘 那就一定要鐵釘 對不對 所以觀念要正確 牙籤要用木除磨 看你磨一隻牙籤磨好 你要磨掉 是不是 所以 教育 要教對的 不要教錯的 老師教你錯的 你會 真的 變得那隻母牛 你會以為你是狗 但是學不了狗教 這是中國人齁 這個牙籤的這樣 很愛牙籤 將牙籤都給牙籠 牙籠牙籠牙籠牙 牙籠牙籠牙 牙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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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青 台青一通知的 兩百七十二 裡面 這個文書裡面說 台灣府 祝國奉獲自地 無統中國 明約東方 在明朝的時候 明朝其實是明國 明國 開中的時候 為紅毛荷蘭人 所聚 俗日本 清順地六年 才讓地上公 添去 這歷史的角度來看 台灣是日本的 主去 怎麼就這樣 清國他也知道 清國他們這本歷史的切頂頭就講 主國 芳芙之地 不禁中國 明約東方 這是清國的 一通知裡面 誰 他們自己的正義 很清楚 我們記得 清國 以前也有給我們 科獎丸 科舉人 科秀才 也有叫我們去做兵 為什麼不變成清國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原因就是出席的 他沒有把高砂族征服 沒有征服高砂族 沒有將整個台灣征服下來 真正的文化 壞就是在這裡 在那個文理裡面 就能看出他的文化 他的文化 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不好的 女的 只要有女的都不好的 他唯一好的是這個跟小孩子在一起才是好的 但是這個好是真的好嗎 你跟男孩子在一起就不會好嗎 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才好 可見這個也是不好的 對不對 尤其女孩子越多 這個越不好 倉 就不好 對不對 三個女孩子更不好 沒有 沒有一個 兩百多個字 女字旁 我找不到哪一個字 最好的 沒有 所以他的文化根本就歧視女性 其實 文字應該是中性 不能偏向哪裡 女孩子要越少越妙 對不對 文字 文化不好 文字應該是中性的才對 所以這個文化是有毒的 有毒的文化我們要去除掉 漢尼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難學 普通 從幽地圓就開始了 開始學到國中 還不會作詩 你看學幾年了 對不對 越 頂層的人 這麼越會 漢尾 越會 越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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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散 漢尾 漢尾 要花很多年 很多錢 很多時間 所以很困難 沒有 英語 英語很簡單 英語只有26個禮物 如果聽開我每個人都沒 是不是很簡單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煮歲 開始學 你如果煮歲 有地圓學兩年 你英語就流流流 是不是這樣 他不需要讓我們學英語 因為他不需要教你外交靈媛 所以我們台灣人 沒什麼 沒外交靈媛 因為 講英語 大家都說得 離離落落 什麼原因 就是 他不需要教你 其他人 他也不需要教你 音樂 五線譜 他就要當都學 要來看的時候 才跟他的同學 全校召集起來 一起學五線譜 結果是教你什麼 教你蝌蚪 這個半拍 這個全拍 這個一拍 這樣而已 再來就所有的音樂 都在唱歌 因為我們台灣人會唱歌 他就只好這樣而已 這裡的理 這每一年都百多年 都降音 你如果撤到這年 有百幾年 你要去找一年才到 看多困難 你如果末這一年 你能撤千幾年了 所以 中國的文化很差 講這個音 百多年 你看 要去哪裡 那裡 真的文化 講出來的話 也不好話 只要 岩部的 玩到二百多十年 我找不到一個好的字 唯一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 就是現在最好的 讚 我現在Facebook裡面 最按這個讚 但是這日讚 為什麼不讚 怎麼說 這日讚 你要先用錢 用先輩 要錢 才會讚 也很難生 這日要生得好 都不讚 所以 錢 文化很壞 就是在這裡 你看 每一日 岩部的 幾乎沒有一個好字 其實 我們台灣 怎麼有高文 我們台灣以前有文理 在那國平島的地方 日本人來的時候 那時候有歐到太高文 太高文的石碑 他們馬上 好 總之載回去 日本嚇到的博物館 快放起來 因為那是博物 那是泰國文 台灣也有蝌蚪文 也有蝙蝠文 只是我們都不記得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團給我們 這塊 就是泰國文的石碑 在那個 好平島那裡搖出來 現在放在那 驚兔博物館 日本的驚兔博物館 這塊 是在巴通關古道 虎字碑 旁邊那塊石碑 這也是高文 所以台灣以前 有高文 不是沒有高文 虎字碑上頭的石板文 這貴廊和平島的 太高文 這太高文 寫起來的時候 我們都不記得 這個什麼文 不過 我們台灣的好處就是在這裡 我們有背音 可以用動文 講出來這背音 腮蠻白鼻 狗狗唱鹿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台語 背音 這背音 你如果跟台羅每一年 都可以讀背音 就是這個 就是 我記得我們老爸 最初把我教的 叫我的四線 這幾個我們都知道 四線 四線 我們台語四線 這幾個應該很疼 你聽嗎 不過你不知道哪有兩字 這就是四 這就是四線 這就是高文的四線 它相形又相音 我們古早時代在走路的時候 那招 那招 四線 四線 就是像這個音 還有像兩支 腳在走路的聲 所以這相形又相音 就是四線 喔 我們的狗頭還會準 這對當嗎 這在六月潭 招出的蝌頭文 這個招出之後 就去到一個狗修 趕他買去 這在1640年 荷蘭人 荷蘭人來台灣的時候 有的地圖 那時候沒有人造衛星 荷蘭人就這樣 這算在四百年前 三百幾年前 他就為這麼準的台灣出來 不簡單 我們都會知道說 以前西班牙 來在台灣 荷蘭人也來在台灣 所以不知道有 紅門頭 比較有煩 對不對 不知道有一個地方 有這個聖地亞國 西班牙很喜歡 去到哪裡都叫人 那裡有這個聖地亞國 去到古巴也有聖地亞國 去到美國也有聖地亞國 來到台灣 他也有一個聖地亞國 就是在 台北 那個 賣我過人 那裡有這個三雕角 三雕角 就是有這個聖地亞國 他跟他翻譯說 有這個三雕角 以前 八道那裡 八道有這個 扒軟軟 他跟他翻譯說 這個扒軟軟 其實那些都西班牙人 好的名 好的中 有這個三雕角 八道 三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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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說我們台語 所以我們台語 可以融會 貫通 就是這點 很多外來的議員 可以融會 我們台灣 這個 就是以前 現在 聖經 馬太福音 用 古荷蘭語 下來 正面這邊 是 信鋼文 這在 一六 五雕角 那時候 三百幾年前 我們台灣人 是用 信鋼文 這就是 信鋼文 這是 漢文 漢文 因為 打客戶的時候 怕你不成人 所以要 信鋼文跟漢文 寫到 那時候 因為 台灣是 母系社會 那時候 財產 才可以 本 女孩子 才有 繼承權 所以 打客戶的時候 大部分 都 女孩子 女孩子 做 利器的人 見證人 很多 是 女孩子 信鋼文 這 女性 才有財產 持有權 繼承人的身分 這就是 我們的信鋼文 有沒有 信鋼文 有一點特色 他在 算小的時候 他不是 現在 說 三百六十五天 我們一年 這三百六十五天 他不是這樣算 他是 三的一百 六的十 五的十 這樣就是 三百六十五 這就是 我們信鋼文 以前 算小的 方式 這個 信鋼文 他們也叫做 翻 客 因為以前 我們都翻 什麼 翻 就是外國人 比 錢人 比較先進的 都叫做翻 如果 比較浪費 他們叫做蠻蟻之邦 這個李仙德 我們 大家都要 怎麼 因為這個人 給我們台灣的地位 做一個改變 從台灣的歷史 完全都定下過 這個人 寫這本書 台灣 踏查 台灣踏查的時候 他上面寫說 台灣的土著 是不是 熟 清國 熟灌 他上面 就記輸得很清楚 說 我們台灣的 原住民 不熟錢 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外國就知道 在台灣 錢 只關一半 關平原的地方 那些食環 關那些而已 所以 高山祖的 不讓他們證獲 那時候 這個李仙德 他帶領 薩摩藩 這是日本的 一個 生氣的名 一個 族軍的名 這個薩摩藩 薩摩藩 這個人 進來台灣 這個就是李仙德 李仙德 他的人 是法國出席的 在美國參加 南北戰爭 最好 他小獎 退後 他的左眼 他的戰爭 是議員 這是他下的切 這是台灣踏查 李仙德 他 曾參加南北戰爭 做美國 美利堅 合眾國的少將 丹林外高官 駐廈門的大使 因為這個羅梅炮 羅梅炮 他們 其實是羅馬 美國人 他們很多探險的船 他們的船隊 太空船 或是那個 只要 要探險的 他們都 大部分都叫羅馬 羅馬 羅馬 今天人家 沒辦法說 只要把它換作羅法號 不然就羅梅號 羅梅號 其實那個歡都不對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他原來的音 我們就叫他原來就好 羅馬就好 我們就一定要換作中文 換作漢文 對吧 羅馬 歐巴馬 你不必要把他換作歐巴馬 歐馬馬就歐馬馬 有什麼奇怪的 對吧 他 在巴搖 巴搖彎事件的時候 巴搖彎就是 牡丹社事件 在那時候 他丹林日本的外母國文 協助日本 立軍出兵台灣 他出事在那 18 30年 8月26號 在1899年9月1號 在韓國 過世紀 羅梅號 羅馬 是因為 他在那 庚島 他的蒜頭 要附牛莊的途中 去讓鳳胎 背去我們台灣 在那鄉村 觸礁 那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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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露鑽 都去讓我們的排灣族 跟鄉村 這些土蕃 這些蕃族 台時 結果有剩老兩位 澳籍的傳言 老兩位去找他 那兩個澳籍傳言 去找他 後 回到佈國 佈國 佈國 成國 和佈國 美國 他們 這個 李仙德 就 本來 要跟鄉村 說 你們要依照天津條約 要救援我們促交的傳言 結果 請說 他說 他沒辦法 關到原住民 這裡 所以你們要自己處理 所以 美國 派兩隻軍艦 在 181的海軍力戰隊 去打 原住民 打排灣族 我們要知道 他們 把排灣族的選前後 派 181的海軍力戰隊 去 攻打原住民 說到 這個 麥肯 建世 成為 美軍第一個在台犧牲的軍官 第一個為台灣犧牲的軍官 麥肯 結果 你派 180幾個海軍陸戰隊 對排灣族宣戰 結果 你又打敗仗 美軍第一次打敗仗 打敗仗以後怎麼樣 要跟人家簽和約 所以就簽了 藍甲之盟 為什麼只能簽藍甲之盟 因為排灣族 不是國家 只能簽盟約 不能簽條約 他如果是國家 就可以簽條約 所以 美國 像這個藍甲之盟 現在又放在美國的國會裡面 是藍甲之盟 也是條約之一 他雖然不是叫做條約 這是盟約 這就是那時候 181的海軍陸戰隊 打排灣族那時候 畫的畫像 李仙德透過鷹商碧麒麟 他會說流利的漫人物 就是我們台灣的 他介紹喜歡 帶他去 18歲的總統 跟這個卓旗族 冬盤 就是要簽這個 南甲之盟 在冬盤的當中 這個 漢林比較聰 漢林 都會知道 知道這個排灣族 很厚喝熱酒 所以他帶很多熱酒 去給他喝 喝到 大家都喝了 沒辦法簽約 所以他要鑑定工才簽 鑑定工 這個碧麒麟 尬李仙德一包 他說 這些原住民 大家都很用 你要讓他 心頭先嚇一 說 你不是有 序言 是意言嗎 你把你的序言 拿下來 把他嚇一 李仙德就真的這樣做 你知道嗎 結果 那些原住民真的嚇一跳 哪有人可以 自己的眼睛拿下來 揍一跳 嚇一跳 馬上簽這個 蘭甲之盟 不然哪有好過 是你們建書 建書要跟我們簽約 要背上 就是這樣嚇一跳 他才說 好不然這樣 你們阿伯外國人 如果海難 你們要駕紅旗 不過他們外國人 習慣都拿白旗 不過美國人 他們也很聰明 拿白旗是投降 所以拿紅旗好了 大家參加上 不然以後就拿紅旗 如果你發生殘難 你就拿紅旗 拿紅旗 我們去救你 還有一個約定 就是 你原住民 要提供一塊土地 讓我蓋那個燈塔 蓋燈塔以後我們的船 比較不會觸礁 他也提供他們土地 你知道嗎 美國人很聰明 美國人跟印第安人 簽約的時候也是這樣 他說 他說要把印第安人買一塊土地 要買一塊牛皮的土地 那一塊而已 要用20塊的美金購 原住民聽到很高興 牛皮這塊土地 要用20塊的美金購 那一塊牛皮 很棒 馬上帶 結果美國人 他們的肝心很聰明 一塊牛皮 加一塊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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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牛皮 射圍起來 這樣一大片 所以印第安人 吃一次開櫃 他們就知道 要跟美國人簽約 要簽清楚 牛皮 一塊牛皮 你加一塊牛皮 加一塊牛皮 所以 印第安人 後來會怎麼變聰明 他說我們現在要煮豬 沒有要給美國人管 美國人會怎麼吃聰明 跟他簽約的時候 他說我們開這個 燈塔的時候 我們要煮兵 不然要去給全國人給我們打 因為他不說 去給你們原住民打 他說去給全國人打 所以他要煮兵 所以吃這個 鵝鑾筆燈塔 成為世界上 很少有的 武裝的燈塔 這就是那時候 碧麒麟 跟李仙德 跟陶德 在踏查台灣的時候 他請我們台灣人 跟他更加 昨天在標示 在簽約的時候 他跟他說 以前我們的祖靈 去給白人 太監了 要絕政 他 所以很多人都有報復的心 這個機會 就要他抬 李仙德就說 沒有我們 放下以前的修憤 以前的不要說 我們鄉處以後 大家好好 祖祈禱也答應他 再來幾年 李仙德也再來訪問他 來確定說 謝謝 謝謝